一群食肉布甲捕食,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?今天我们一起来看! 在之前视频中,我制作了群养仪布甲的饲养缸,这几天过去了,我们来看一下,坚硬的红土被他们挖成了这个样子,太能造了! 他们把土挖了个坑,然后一群聚集在一起,躲在坑里。 这只樱桃蟑螂竟然没有事儿,除了有点风尘仆仆之外,安然无恙呀! 有点想不通,好了不管了,我拿了一只蚂蚱,直接放进去。 蚂蚱进去之后,布甲们没有注意到它,大家都各忙各的,蚂蚱却慢慢的在向布甲的中心靠近。 这只蚂蚱跑到了一群布甲中间,突然,其中一只布甲咬住了蚂蚱,而不是两只。 布甲把蚂蚱摁在地上,我们靠近看一下,这只布甲咬住了蚂蚱的脖子,蚂蚱的嘴巴还在动,害怕其他布甲来抢食物。 这只布甲带着蚂蚱赶紧就跑了,它极力地把蚂蚱举起来,不想让别的布甲咬到。 虽然它小心行事,但是蚂蚱的味道吸引来了其他布甲,而且越来越多。 毕竟这是一群肉食性布甲,闻到肉的味道,它们都会聚集而来。 然而是我低估了这只布甲保护它食物的决心,它把蚂蚱高高举起,让其他布甲咬不到。 然后左右晃一下,突然加速,带着蚂蚱离开了人群。 来到一个空旷的角落,正准备享用美食呢,但是其他布甲如影随形,依然跟了过来,也不打算放弃。 它们这是耗上了。 再次面对围攻,这只布甲第一时间还是想跑,可是这一次,它刚转身,另外一只布甲就咬住了蚂蚱,紧接着第三只布甲也咬了过来。 这一下,这只食物它是带不走了,也不可能一个人独享了,附近的这几只布甲全部冲了上去,都咬住了蚂蚱。 这群肉食性布甲非常的凶,虽然它们是群养,但是它们的凶猛程度丝毫不减。 它们从各个角度把蚂蚱围在中间,就像一个球形一样。 蚂蚱虽然也在反抗,但是它的力量和一群肉食性布甲比起来,差距就太大了。 远处的,收到消息慢的布甲们都在往这里赶,在这一点上,群养布甲和群养蚂蚁都是有相似之处。 此时,这群布甲把蚂蚱围成了一个球形,拍了这么多期视频,这个场面还是让我有点震撼。 慢慢的,饲养盒里边所有的布甲都去吃这只蚂蚱了,除了樱桃蟑螂。 这个角度看得比较清楚,它们把蚂蚱围在中间。 慢慢的,这个球形结构分成了两块,应该是蚂蚱被它们分开了。 这几个在吃一小部分,而这一群在吃更大的部分。 一布甲的嘴巴特别厉害,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之前拍过骆驼蜘蛛和一布甲的事情。 就是因为它们的撕咬能力很强,所以才过一会儿,这个大球又再次分化。 它们从最初的抱团模式,慢慢的变成了各自围战的混战模式。 蚂蚱被它们分成了好多块,布甲们三三两两的围在一起享用。 当然也有特别的,你像这一只,它自己一个人享用。 这种家伙就是比较喜欢吃毒食,没有团队协作意识。 这边的几只还在争抢,我感觉都没有什么东西了,它们还在抢。 而这边相对来说就和谐一些,大家都在进食。 随着食物被碎片化,两两之间的争斗变得越来越多。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,它们平时住在一起,一起挖洞,一起休息,彼此玩耍。 但是遇到食物的时候,却彼此争抢,毫不留情。 有一些吃东西快的,吃完了自己的,就去抢别人的,所以越往后面,争斗越激烈。 这两只的争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,先是比力量看谁举的高,然后再比耐力看谁跑的远。 这家伙太有意思了。 我是不是眼花了,我看这俩互相搂着,来来回来的走,跟跳舞一样,你们看到没有,像不像。 拍摄这一期视频,难度比较大,因为这些家伙们太活跃了,难得有这样的镜头,他们坐在一起,安静地吃东西。 这里也能很清晰地看到,度假们进食的方式。 这时候,连樱桃蟑螂也凑了过来,其实我内心一直有个疑问,这家伙怎么活到现在的,怎么活到现在的。 面对这么一群凶猛的肉食性不假,你看,正说着又打起来了。 这只樱桃蟑螂让我太意外了,关于它们争抢食物,我就不一一拍摄了,直接倍速播放。 这些家伙的精力太旺盛了,我很好奇,它们这么小的身体,怎么会有这么旺盛的精力,太强了。 这些家伙们还在争抢食物,而就在此时,樱桃蟑螂跑了过来,站在水盆里。 但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,没有一只布甲去咬它,也没有一只布甲去打扰它,这太奇怪了。 这只樱桃蟑螂哪里是食物呀,这分明就是吉祥物。 就在这时候,一只布甲咬住了另外一只布甲的腿,这是什么情况呀,发生了啥? 你俩之间有故事吗?是不是它抢了你的食物? 但是即便是这样,你也不能这样对它呀,毕竟你们是同类呀,它们的行为太迷惑了,我表示看不懂。 樱桃蟑螂站在中间,站在水盆里,注视着这一切,就像一个仙芝一样。 地上剩下很多蚂蚱的残骸,主要是腿,布甲们不吃蚂蚱的腿,应该是没有水分和肉。 它们在地上不断寻找,发现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吃的,就都慢慢的离开了。 樱桃蟑螂也像是只会玩了一场战役,然后慢慢离开。 哦,对了,突然忘了一件事情,给它们加点水,它们的水盆已经干了。 在我加水的时候,就有布甲靠近来喝水,估计它们也是渴了。 昆虫们好像都有一种能力,能够感知水源,蚂蚁、蚂蚣、螳螂、蜘蛛、蝎子,它们都是。 我们五倍速来展示一下这个有意思的过程。 樱桃蟑螂竟然也跑了过来,它估计也渴了,也跑去喝水。 它能和布甲们和谐相处,让我真的没有想到。 慢慢的,其他布甲们也赶了过来,都围在了水盆边上。 这群家伙在喝水的时候,表现得非常和谐。 但是,话我还是说早了,你们看这只家伙,竟然踩到了池子里边。 感觉非常没有礼貌,很没有素质。 好在,这家伙很快就走了。 大家好,我是康康。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,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。 我们下期见。